讓市監市長跟總統聊一下大新竹合併 總招比個讚那到底是有講還是沒講 一旁林智堅也笑笑 接著總統來了 總統是來報市長背書的嗎 總統看著媒體很仔細聽 但沒回應 這場景其實是在國家太空中心 也就是總統到了新竹市 但似乎這裡講大新竹合併 場合不對 於是還安排了下一個行程 總統柯建民林智堅三人同框 來看新竹市新打造的森林系幼兒園 總算是自家主場 林智堅把握機會 藉由縣市的一個合併聲給為直轄市之後 不論是在教育上 交通上 環境上 都市發展上 都能夠有一個更有效率的整體的規劃 總統坐在台下有聽到啦 即上週黨內中常會後 總統也再給一次回應 那這個確實是有關國家整體規劃的一個重大的議題 那我們除了要考慮民意的反應之外 我們在法制面的配套措施 還有其他的因素的考量 都必須有審慎嚴謹的討論 這到底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菜式風格就是要讓大家很難捉摸 只是就林智堅拋出大新竹合併後 總統就來新竹市算是講好的嗎 這一個行程是在我和總統見面之前就已經敲定的 太空中心成立30年 所以這個行程我想是府方早已經安排的 原來一切都是巧合 TVBS新聞劉宜君談一輪新竹市採訪不到